講著民眾黨的爛帳風暴 現在這個民調問的就是說 民眾黨還有明天嗎 這個問題一針見血 而這個民調其實可以發現 它統計的時間是落在 8月12到14號左右 也就是其實各位觀眾 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就是之前柯文哲 親自召開記者會解釋帳目的 那一場記者會的之後兩天 所以現在看起來 有沒有人因此被影響呢 答案是看起來滿有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 其實民眾黨的整體的支持度 來到了13.8了 本來上個月還有16 現在掉到13.8了 大概掉了2.2左右 另外您看到這個藍營的部分 反而民調因此上升了 有2.7% 另外還有綠營的部分 民調同樣也是有上升1.1左右 所以說現在難道 民眾黨本來的支持者 也就是偏比較年輕 高教育跟白領的這些支持者 都流向了藍 流向了綠了嗎 而從這統計上也可以發現 其實根據這民調的 相關的分析來看的話 本來是20到44歲 這個年齡層的年輕人 比較多是民眾黨的支持者 但現在看起來 35歲以上到44歲 這個區間的民眾 已經開始在動搖了 而且您看到 不僅僅是年輕 高教育跟白領的這些支持者 看起來已經往其他的政黨 來靠攏之外 而現在短期之內 柯文哲更要面對的 就是現在假仗風暴持續 大家都有一些倒黃的聲浪 我們看到下一段 您就可以知道 這個倒黃聲浪 倒的就是黃珊珊 不過其實儘管這樣子的聲浪 但是柯文哲還是定調 定調什麼 定調還是要讓這黃珊珊 來繼續善後 而且面對外界對於說 難道接下來這民眾黨的聲音 越來越小的話 難道最後會回歸藍綠對決嗎 柯文哲反而面對鏡頭 依舊很有自信認為 年輕的人還是會支持他們 好 現在眼前的這假仗風暴 還是要面對嘛 那柯文哲持續要黃珊珊 做所謂的善後記者會 而從今天就會開始執行 畢竟現在外界 本來支持他們的人 對於他們的理性公開跟透明 都有打上問號了 好 昨天柯文哲就決定了 有四項決定是哪四項呢 你看到其實現在 他要黃珊珊來查帳進度記者會 外界就覺得很問號了 第一個就是 這個查帳記者會 善後記者會 善後小組 由黃珊珊來主持的話 外界會覺得說 你難道是球員兼裁判嗎 因為就連著民眾黨的 前秘書長氣力公也說 你作為善後小組的 唯一的召集人 你真的會真心檢討嗎 而且別忘了 他此刻還有立委身分 那麼還有立委身分 誰敢弄他呢 好 之前民眾黨另外一位大將 蔡壁如有曾經上節目 來開私黃珊珊說 她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外界也在關注一件事 就是你柯文哲 之前面對蔡壁如的 這些論文風暴的時候 當時她不僅僅丟了立委之外 而且還把她發配邊疆 可是你面對黃珊珊 這假仗風暴 現在燒得這麼旺了 但是你卻宣布說她要繼續來善後 你圖的又是什麼 而此刻藍綠對於這個白銀的一些爭議來講 他們又是如何看待 藍營認為 現在看起來他們要追討的 應該就是之前這藍白破局的知仇 所以主要攻擊的對象應該是黃珊珊 綠營的部分看起來多數還是針對柯文哲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到下一張是 針對島內的這個島黃聲浪不斷 但是柯文哲還是定調要黃珊珊定期報告查賬進度 所以大家就在想 明天這個中平會會不會就變成了 保皇大會呢 難道他們真的是農得化不開嗎 柯文哲是說越到混亂的時候 越不要添亂 甚至難道會動搖這中平會嗎 但外界就在關注 其實柯文哲根本看似在幫黃珊珊 但實際上是在幫自己 你看到這個是前台北市副市長 他就說了 把珊珊留下場看架在火架上 等於要黃珊珊來面對 黃珊珊如果處理得好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沒事了 但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恐怕還是會丟了他的立委之職 以上是這節推播